被视为秘境的台中外埔忘忧股 靠着一年四季多变的花海及稻田景致 成功打响名号 最近更是被知名戏剧选为拍片场景之一 看好未来的发展潜力 明代这天也特别邀请市府前来会看 希望能够争取经费 优先针对景观台下方的山坡崩塌 进行整治工程 并且结合自行车道等设施串联 朝生态观光方向规划发展 打造成台中观光新亮点 偶像巨男女主角在乡间小路 骑着脚踏车双载 两小无猜的约会剧情搭配绝眉景致 也让台中外埔的忘忧股一戏爆红 看好未来的发展潜力 明代这天也特别邀请副市长003 与相关单位前来会看 期盼透过自行车道等设施串联 带动地方发展 在秋冬季的时候 这边会种一些护士菊 一些绿菲的东西 也是很色彩缤纷 非常漂亮 那我们前面这里有一个生态公园 这边又有一个小木屋 这边我们现在正在争取一个自行车道 所以整个如果能够串联起来 我相信这个地方未来 是一个台中市观光的新亮点 靠着一年四季多变的花海及稻田景致 台中外埔汪幽谷美美总是 吸引不少游客到场赏景打卡 但由于沿途缺乏路标引导 对于初次到访的旅客来说相当不便 加上近年来位于山坡上的景观平台 陆续出现边坡土石崩塌 形成安全隐忧 为此民旦也希望市府能够协助改善 由那上面照下来的像 非常的漂亮 那因为山崩得很厉害 每逢好雨 它就会土石流一直下来 所以我们也建议说 那个地方要先处理好 才可以提供游客在那边照相 但是路标倒是要很清楚 能指引游客能到进到这个地方 才是最主要的目标 我们先把府内的意见整合以后 再来跟府外的 譬如讲水利会 譬如讲这林务局等等的部分 跟他们研究 市府也表示 由于该土地是国有财产局 与台唐所有 但土石崩塌将会影响下方居民安全 因此近期内将会召开协调会 尽快处理边坡整治 期盼能够协助旺幽谷朝生态观光 今天努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